好接下來呢我們來介紹一下我們的這個章節要跟各位介紹呢 我們這台防火牆 好這台防火牆 好這台防火牆 好我們呢要來把它改變一下它的POW的功能 它原來的內定值第二POW 第二POW呢它的功能是屬於 我換個顏色齁 第二POW的功能呢它是一個WIN 就是對外的 那現在呢我們要改成到第一POW 所以我們的第二POW呢 跟第三POW第四POW呢變成LANE 就把它改掉 好那首先我們上一個 剛剛呢我們呢有把它給上一個章節 有把這三個POW給它刪除掉了 那WINPOW還留著 好那我們現在呢來做一下 好那我們先登錄一下我們的防火牆 好登錄防火牆之後呢我們進到我們的這個設定裡面的網路 好那進來之後呢首先呢我們來看一下我們已經把我們的Bridge0 已經把全部的一些連結都刪掉了 所以呢我們原來有四個POW 那現在四個POW都已經獨立了 那獨立你可以看一下第二POW呢 我們呢還是內定值是WINPOW 是對外的 那第三POW呢我們一開始已經把它設定成 我們的另外一個可以連結的 連結界面的一個IP 所以呢你可以看一下呢我們現在這個IP是 就是10.10.20.1是連到我們的第三POW 所以呢我們的電腦的網路卡 那條線是接到防火牆第三POW 好那現在呢我們要來把第二POW 的WINPOW是不是要把它拿掉 改在第一POW上面 所以呢我們可以呢這邊 來編輯一下我們的第二POW 好因為我們裡面的IP已經設定過了 所以我們現在先把它改成Normal 所以呢我們對他的網路呢會斷掉 好我們現在存起來 好設定完之後呢到跳回來 你可以看到這個POW2呢 它已經是沒有連結了 那我們現在呢要把POW1改成 我們現在這一個 我們剛剛所說要把它改成WINPOW 所以我們在POW1這邊呢點一下 好把我們的POW1的這個網路的類型 改成WINPOW 然後呢設定IPv4靜態 那這個地方呢當然你可以考慮一下 如果是你在公司 它如果透過PPOE連線的話 你就點PPOE連線 然後來把一些相關的資料打完 對不對是不是要打密碼這些 好那我們現在是透過靜態的 那我們就把我們內部的靜態 是把它打進去 好我這邊呢是100 然後呢我們要給它一個GATEWAY的名稱 我們就把它改成A406對不對 GATEWAY 好然後呢我們的IP改一下 192.168.76.254 這個呢就是你內部的網段的IP 是對外的 如果說呢是中華電信 或者是台灣WINPOW或者是遠傳 他們你如果申請固網的話 或者ADHL就選擇這邊 那你今天是連到公司內部的 那接近來說呢現在我們是用靜態來當 當範例 那真正的話呢一般都是會透過PPOE來點 好那我們就用我們的內網的部分 來當成我們的外網 好這邊呢我們的內網是這個IP 然後當然這個IP每個人都不一樣 好然後我們的GATEWAY大家都一樣 好我們把它儲存起來 好這時候呢你做完之後 那你現在呢要把你的這一條網路線 跟這一條76.100的這條網路線 要接在哪邊 接在我們的第一POW 接在這裡的第一POW 好那我們來接一下 好 好 儲存完之後呢你可以看到呢 這第一POW已經連接完了 那我們的第三POW這邊呢 因為我們已經有接我們的電腦進來 所以我們第三POW的電腦 就可以透過我們的第一POW 連到外面的網路了 所以呢我們來看一下呢我們的瀏覽器 隨便開一個瀏覽器 好我來開一個瀏覽器開到這邊 然後呢隨便打一個 好這樣呢就可以去搜尋到 那我來搜尋別的看看 看能不能搜尋到別的地方 表示呢我們的網路已經通了 那當然你要再確認一下呢 你可以開啟我們的命令提示支援 去PIN一下 8.8.8.8 好這是呢Google的DNS 如果你可以PIN得到能夠回應 表示呢我們現在呢 外網的這個部分已經通了 那我們的外網通了呢 這代表說呢我們的POW3這個部分 的使用者 連到這個POW3的使用者呢 然後呢他就可以透過POW1連出去了 好POW1這邊就是WinPOW 那再來呢我們就來看一下 我們的這張圖我們要做什麼事情 POW2 有沒有這個POW2我們要做什麼 連到我們的這一個SWITCH上面來 那這一台就中間這一台就是我們的SWITCH 好這台SWITCH呢我們要去連線進來的時候呢 我們設定說呢這個POW2要連到我們的23POW 好23POW要帶TAG 帶TAG出去呢要到我們的這一個POW上面 所以呢這個帶TAG呢我們的防火牆也要帶TAG 好那我們這邊呢也已經把一些相關的資料呢把它寫在這邊 好讓各位來看一下了解 好這我們等一下再來做說明 好這邊 好那首先呢我們就說呢要把第二POW的線 我們後面這台第三POW的線 跟我們第二POW 這個是做管理的 管理的POW 那我們第二POW的線把它接到23來 那這時候呢我們現在呢 防火牆我們可以先暫時停在這邊 我們要去做什麼 先把我們的SWITCH這邊把它做一個設定 設定一下 設定我們的相關的VLAN 是不是要設定好 對不對 好先暫停一下喔 好接下來呢我們來看一下 我繼續呢來針對呢 我們剛剛在防火牆這邊第一POW 我們已經做好了 第一POW我們做好了 然後呢後面這邊呢等一下 我們要透過SWITCH來連接到我們的第二POW 那我們第二POW呢現在還沒有工作 所以沒有關係 我們先把你的SWITCH 那我們這台SWITCH是E-Twin的SWITCH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步驟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步驟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步驟 好步驟呢 我們今天呢 因為要設定了不同的網段 所以說呢我們要新增 100 200 300 這三個VLAN 有沒有 我們要呢新增到我們23POW 因為呢我們的VLAN現在還沒有新增 所以呢上面的一個步驟呢 要先把我們的VLAN先建起來 對不對 好要把它建起來 好那我們回到這邊來看一下 那我們先首先呢這一台SWITCH呢 是新的SWITCH 是空的 所以我們一開始已經做一個還原的動作 那我們先來秀一下 秀一下 秀一下來看一下我們的VLAN 好VLAN Enter 好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這個VLAN呢 那現在呢一開始的D4狀況呢 你可以看到這個D4 裡面呢有28個POW 全部都接到這裡面 所以我們首先要先把這個28POW 全部把它清除掉 然後呢再去建立我們的V100 200 300 好 好 來 那我們現在呢來刪除一下 好 我們來看一下呢我們的 我們來主態一下我們的D4 D1F D4 D4 這個VLAN 然後裡面呢 我們把我們的Delete 裡面我們所有的POW 然後呢打個ALL 好 他就把我們的這一串 就是要把我們的 這個D4裡面的 所有的POW把它清除掉 好 所以呢這個清除掉 下好這個指令之後呢 我們來看再秀一下VLAN 來看一下 好 這時候呢你可以看一下 我們的這個D4裡面 這個VLAN裡面呢 他所使用的POW 是空的 是0的 好 那0了之後呢 我們現在呢 就要開始來去做 我們要新增我們的VLAN 新增我們的VLAN呢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做一個CREAT CREAT 對不對 然後呢我們的VLAN VLAN 我們要給他一個名字 叫V100 然後呢我們要帶一個TAG 帶TAG 這個呢我們給他一個ID VID也是100 好這個我們要新增一次 然後呢 因為我們要兩要三個 所以呢我們再新增一個200 好然後呢我們要新增300 好這邊呢你新增完之後呢 你來看一下呢我們來秀一下 一樣再秀一下我們的VLAN 好再我們秀一下我們VLAN 好你就可以看到呢 我們這邊的V100 他的ID VID是100 V200的VID是200 V300的VID是300 目前呢這三個VLAN 裡面呢沒有加入任何POW 那從我們這邊的圖呢 你可以看到 從我們這邊的圖 你可以看到 好這邊的圖呢 我們呢 要規劃呢 是要把1到5POW 對不對 放在100裡面 6到10POW 放到200 11到15呢 放到300 對不對 針對這三個 我們就要把我們的POW加進來 好加入我們的POW呢 你可以看一下呢 我們要怎麼加 就這樣一樣呢 再去阻態他 好阻態我們的VLAN 對不對 好我們的V100 我們要加入呢 我們要加入呢 就是addadd 我們的POW 我們要是1到5 之後把它加進來 加到我們VLAN 好再來呢 我們要加 6到10 給誰 給我們的V200 好這邊V200 好 11到15 11到15呢 給300 好這樣呢 我們把這三個一次把它做完 好這時候呢 我們帶來一下秀 喔 再來看一下秀VLAN 對不對 好這個動作你可以看一下呢 V100 200 300有沒有 他都已經 設定好 我們的一個POW 那這時候呢 當然你要再確定 我們有沒有設做 這只是把一個 總數給加起來 給你看而已 那我們可以去做什麼 我再加秀一下VLAN 我們要秀V100 對不對 好秀V100的時候呢 你可以看一下呢 這邊 V100裡面 這邊有一個 這邊呢 你可以看到 他on tag是1到5 好 再來呢 我們要檢查一下 秀V200 好秀V200 好這邊呢 你可以看到呢 6到10 好 再來呢 一樣呢 你要去做確認 300 好 300呢 是11到15 好這個動作呢 你自己在 因為他不是一個 網頁的畫面 所以呢 他都是一個文字的畫面 所以你要 做好之後呢 你要去按秀 好去檢查一下 你到底有沒有做對 好這個部分 你要去 好Double check 不是說你設定好就好了 好你設定好了 這裡是看到 搞不好你有打錯了 好1到5 搞不好點到1到6 好 都說11到15 搞得1到18 好11到18 打錯了 好我們的VLAN的POW 都設好了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呢 這邊呢 還告訴我們什麼 我現在把它這邊做一下還原 好 你這邊可以看到我們的 環境裡面呢 還告訴我們呢 我們的這個VLAN 有設一個IP 對外的 好 他的IP是前面這邊 172.16.19.254 這邊是176.20.254 21.254 所以這個是我們的VLAN 帶一個IP 所以呢 我們要去把我們的VLAN 把IP的追加進來 所以從這邊你可以看到 這裡呢 有沒有 Adress是空的 有沒有看到 這裡是空的 對不對 好那我們現在呢 來做一下 好我們要 因為你VLAN已經產生了 所以我們就要去 修改它 要編輯它的時候 就要用主態的方式 好我們主態呢 我們的VLAN 好 然後我們的V100 對不對 然後加入IP的追死 好 我們要給它一個IP是 172.16.19.254 好 再來呢 我們是不是呢 同樣的一個畫面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把它改成200 然後呢 看到我們前面這邊呢 圖裡面呢 這要改成20 我們就不用再重檔 好 好 那我們呢 好 這邊呢 有一個300 Elon 好等一下我們再看一下 172.21 來秀一下 好 忘記打24 喔 對不對 我們的上面mask沒有打的時候呢 是不是出現16 全部都被它拿走了 這樣看到吧 好 所以呢我們要去把它給 來刪除一下 好 mask一定要再打進去 所以這邊呢 你可以看一下 我們來做一下 齁 好 我們來 V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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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 IP的 好 我們再來秀一次 好 我們把 V100的 IP的對子把它刪掉 把它刪除掉之後呢 我們來再來看一下呢 我們來秀一下 好 每打完一個指令 或執行來一個指令呢 你記得要去再檢查一下 有沒有確實完成 好 V100我們把它刪掉了 那我們現在呢 齁 再來看一下 我們來一樣來組它一下 好 我們的VLAN 齁 V100 我們的 IP的對子 齁 是不是1 7 2.16.19.254 我們要有一個mask24 好 再來呢 我們要 齁 這個是20 然後呢 我們的V200是20 好 然後呢 我們來設一下 300是21 好 這三段呢 是要把我們的VLAN 把它帶IP 好 設定完之後呢 齁 一樣我們來秀一下 好 秀VLAN 你可以看一下 這樣呢 我們新增好 每一個VLAN 帶一個IP的對子 mask24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V100 已經帶IP了 V200 V300 都帶IP了 好 這邊呢 我們已經把VLAN 齁 VLAN的IP 跟POD 都已經設定好了 再來 我們就要去做什麼 要來針對 我們的23POD 這邊有沒有 我們再做一個TAG 要跟我們的防火牆的第二POD 做連線 對不對 等一下我們要把這一條線 跟這條線呢 要做一個對接 有沒有 要做一個對接 對不對 好 那我們等一下來設定一下 23POD 好 這邊呢 我們現在來設定一下 23POD 齁 那我們要把我們的23POD V100 200 300都帶23POD 對不對 所以我們這次要去做什麼 要去阻碼我們的V100 200 300 所以呢 我們來阻碼一下 阻碼一下呢 我們的VLAN 對不對 VLAN呢 我們的V100 好 V100呢 我們要加入一個POD 對不對 好 那這個POD呢 是多少 是23 但是這23呢 你如果說今天呢 就這樣新增進去 就跟前面1到5 6到10是一樣的 他沒有帶POD 他只是 但沒有帶TAG 所以說呢 他只是把它加進去 別人就不能加了 那我們現在把它帶一個TAG 有沒有 好 那這裡呢 後面加一個TAGGED 帶了之後呢 你就可以看一下 我們按Enter 好 那我們呢 這時候可以來 我們先做好一個 之後我們來秀一下 對不對 V100 好 來看一下 好 V100呢 前面有給各位看過呢 他的位置 有沒有 TAG是不是1到5POD 多了一個23POD 就是一個TAG 帶對外的 所以這次23POD 有帶什麼 帶V100的位置 帶出去 所以呢 V100呢 可以從23POD這邊出去 好 再來呢 我們現在來新增 對不對 V200 也是23POD 那我這邊呢 再給各位看一下 我們先秀一下 我們的 V200 好 V200呢 剛剛前面也給各位看過了 他只有1到 6到10POD 他沒有23POD 所以呢 我們現在來把它加進去 好 V200 好 加進來 再來呢 一樣我們把V300加進來 好 那 做好了 那你就可以看一下什麼呢 我們再來秀一下我們的VLAM 好 秀一下VLAM呢 你可以看一下這每一個POD 有沒有 對不對 這裡的POD 都是什麼 6個POD 本來是只有5個POD 現在6個POD 那 其中有一個23POD 呢 都是加到TIG裡面 就帶對外的TIG 好 那我們當然你還是做好了 你還是要檢查一下 看看有沒有打錯了 所以你一樣是可以去秀一下 我們的V200 100剛剛已經看過了 我們看200 好 23POD在這邊 你有看到了 好 再來呢 我們來秀300 好一樣呢 23POD有看到了 在這邊 好 那這個部分呢 你就可以看到了 我們在這裡呢 以這一塊的區塊 這個區塊呢 我們已經做好了 好 這個區塊呢 我們已經做好了 這邊 做好了 那我們現在做這個第二POD 第二POD 要帶 因為呢 他要帶V100 V200 V300呢 這三個VLAN 能夠讓這個2 這個POD 跟他能夠互相對應 好 所以說呢 我們要規劃好 你先看一下 這邊是100 V100 他的VID是100 這邊是200 這邊是300 所以呢 我們的VID是100 200 300 都各設一個IP給他 好 這樣你就知道了 那三個IP都已經設定在這邊了 所以這個地方呢 我們就回到我們的 防火牆 我把這個畫面拉 左邊一點 好 防火牆這邊呢 我們要去看一下 是不是我們的第二POD 對不對 我們就選擇我們的第二POD 好 第二POD呢 我們是不是要去設一個LAN 沒有 不好意思 這邊 這邊 我們來移過來說呢 這裡呢 我們在我們的一個界面 網路界面裡面呢 你可以看一下 這裡一個新增界面 我們要新增界面 什麼 要新增一個VLAN 要把哪些VLAN 要加到我們的POD裡面 所以我們新增界面之後呢 我們的實體界面 是不是POD幾 它目前沒有接 來稍等一下 好 來 這邊呢你可以看到 我們新增界面 就是一個POD1跟POD3 目前沒有POD2 因為我們的POD2呢 剛剛你看一下前面這邊 POD2呢 它是空的 有沒有 是空的沒有空的 所以呢 我們要先設定一下POD2 它本身呢 它是一個LAN 好 我們是不是有設定一個IP 是10.10.10.1 有沒有 在這裡 好 所以呢 我們來設一下 10.10.10.1 好 其他地方呢 都不用設定 設定完車 然後記得注意一下 這邊是24 好儲存 好 好 儲存好之後呢 你可以看到你的POD2 有沒有 它已經有一個IP了 已經連線了 對不對 那再來呢 我們現在要去做什麼新增界面 把我們的VLAN加到我們的POD2裡面來 所以你可以選擇實體界面是POD2 然後呢 它的區域是LAN 那VID是多少 有沒有 是不是 是不是叫VID 叫100 對不對 然後呢 我們要設定這個VID 這個VLAN的IP 是多少 它當然呢 不可以跟我們底的Switch 因為後面這兩條線 這條線 跟這條線是對接在一起 所以這邊呢 這三個VID的IP 不能跟我們的Switch上面的IP 是相衝突到的 所以我們就已經規範好之後 就是172.16.19.253 這是呢 針對我們這一台有沒有 這一台 這個V100 規定253 好 那我們把它儲存 再來 以此類推呢 我們把 200 300 通通把它加進來 好 這邊設定好之後 你可以看到呢 這邊POD2裡面有沒有 就多了一個 這樣的一個LAN 這個VLAN 有沒有看到 這邊 再來我們新增第二個 好 一樣選擇POD2 這個不會選錯了 好 來選200 然後呢 設定IP 172.16.20.253 好 儲存 好 新增完之後呢 我們再新增第三片 好 新增VLAN 好 POD2 好 300 好 172.16.21.253 好 一樣要記得喔 這邊有一個24 好 把它儲存起來 好 這邊呢 我們就完成了 我們的這個動作 就是呢 這條線跟這條線 所以說呢 你就可以把 這條線 跟23 防火牆的2 跟我們的 喔 Switch的23 就把它接起來 接起來呢 當然呢 後面還有幾個動作 幾個動作 我們還要再完成 好 接下來呢 我們前面這段做好之後 我們要看一下 VLAN要 我們的VLAN要能夠互通 我們這台 Etrine的 Switch呢 它是 L3的Switch 所以說呢 我們要讓它們互通 我們有一個指令 就是IP forwarding 我們要把它enable起來 那我們在做之前呢 我們先來看一下 先來看一下呢 我來秀一下 我們的主態 對不對 主態來看一下 好 我們的主態這邊呢 你可以看一下 前面這裡呢 是我們所設定的主態 對不對 好 這裡 成績是有經過的 再來呢 我們來秀一下我們的VLAN 好 VLAN裡面 再來看一下 這邊到這個24裡面呢 可以看到 有沒有 都到這裡而已 後面沒有一個F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這裡有個F有沒有 這個意思呢 你來看一下 F在這裡 是小寫的 F不是大寫的 就是IP forwarding enable 如果這裡有出現 這個Flag有沒有 這裡下有出現 F小寫代表 他們VLAN之聲才可以互通 好 所以我們現在呢 來Enable一下 好 IP forwarding 只要 打這個指令就可以了 Enter 好 這時候呢 我們再來秀一下我們的VLAN 你就可以看到 好 我們這邊的Flag store 一個-F 表示呢 IP forwarding就完成了 這樣了解吧 那完成之後呢 我們的VLAN之間的 電腦 他們互PIN 就可以PIN得到了 來接下來呢 我們現在來做什麼呢 我們再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要把我們的位置 這個位置是什麼 就是我們出去的時候呢 我們的IP 來 這邊呢 好 這邊你可以看一下呢 我們的電腦這邊 我們這邊的位置 這邊的位置你可以看到 我們這裡的電腦要出去的時候呢 他們會透過我們23出去 那23出去呢 他出去的時候呢 要經過這裡 要走哪一個IP出去 就要由你來決定 好 所以呢 因為他到了23之後呢 到了這個2這個POR 因為2這個POR 有三個IP 好 所以呢 我們要在我們 隨機上面去設定 我們 我們的IPLAN 好 我們來我們的D4LAN 把它設定到 我們的 這個 19.253 這是我們自己內定的 你當然也可以指定 20.253 也可以指定 21.253 那我們現在呢 要把它設定成 19.253 所以說呢 這一邊的電腦 這一邊的電腦呢 它連線透過這裡 透過到了 100的這邊的V100到23 是不是這裡有V100 對不對 然後它連到哪邊 連到我們的這一邊的時候 是不是叫19.253 就是我們這個IP 就是我們這個IP 就可以看得到 然後呢 它就透過這個防火牆 這個位置呢 就出去了 所以呢 那再來呢 你可以看一下 我們呢 這個是19的部分 沒有問題 那我們來看一下 20的部分 這裡 好 你可以看一下呢 我們的20.100的這台機器 如果要出去 它透過20 它走到我們23POR 是不是有一個V200 V200呢 對應到我們的 防火牆的第二POR 裡面呢 有一個 裡面呢 有一個 V200 253 但是253呢 出去 它會不懂 所以我們到了這個地方的時候呢 它到的地方 它是轉到19 有沒有 因為我們的Switch 已經指定透過19 所以透過19這邊呢 一樣 它就透過19 第二POR這邊呢 裡面因為現在這個POR 裡面有三個VID嘛 對不對 好 它透過19這邊呢 然後出去外面 好 那這個動作呢 就是我們的 我們的D4 LAW 然後我們怎麼去設定 來 那我們先來秀一下看看 秀一下 我們的 IP LAW 好 看一下這邊呢 是不是我們的Switch上面 有三個網段 好 他們沒有指定誰出去 所以說呢 它 最後呢 它還是出不去 因為它不懂 好 要叫誰出去 所以你們要指定說 我們所有的IP 齁 在我們的Switch的時候呢 就是透過某個IP出去 那我們就可以來做設定 好 我們來組態一下 我們的IP IP LAW 好 IP LAW 然後呢 我們要加入 我們的 D4 對不對 我們的D4是 172.16.19.253 那這個253我們已經設定好了 好 然後呢 我們可以設定到我們的VR裡面 的 VR 齁 它是不是叫D4 對不對 設定到這個位置 好 那其實後面這裡呢 如果可以不要打也可以 因為呢 我們的內定值就是這一個 你知道嗎 齁 那當然這個打的話 是因為你如果有 要指定的話 好 這個地方場面可以看得到 等一下要跟各位講齁 來 Enter之後 我們先來秀一下我們的IP IP IP LAW 這邊呢 你就看它多一筆S 跟我們前面這邊呢 來看一下 前面這裡是不是沒有S 好 這裡是沒有的 這裡是有的 這裡上面這一段是沒有的 這裡是沒有的 這是我們設定之前 然後呢 設定之後 你就可以看到多了一個S 那它就會幫我們做一個LOB 就是說呢 我們的Gateway 是不是到了19.254 它就對應到19.253 透過23出去 然後我們Gateway呢 這邊的網段的電腦 它到我們的20.254之後呢 它再透過19.253出去 齁 是這樣子的 然後一樣21.254 透過Gateway到這邊的時候呢 它就連到19.253出去 所以呢 後面呢 我們就可以去設定 這三台電腦 齁這三台電腦 齁這三台電腦 好 這一台電腦 兩台電腦 三台電腦 各連在不同的位置 齁 各連在不同的位置 各連在不同的位置 你呢 設定好19的網段 20的網段 21的網段 都設定好之後 就依照我們的Switch的設定 兩倍 IP forwarding 就 這邊的電腦 這邊的電腦 都能夠互併得到 再來要出去 就會透過這一段呢 跑出去 好 這邊呢 就是我們的設定 那我們下一個章節 我們再來跟各位 測試一下這幾個位置 齁 我們的一個 設定好的 一個真正的功能